OK这一节我们继续上一节的实现订阅号自动的这个回复提示 那我们来增加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到回复的reply.gs面增加这个回复策略就好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间键的引用顺序问题 假设说吧现在我们的域名就是a.com 我们在这个根域名下的 那现在所有http的请求呢 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论文模块对吧 比如movie也好 或者是这个gamer也好 都会走入到路由的控制器里面去 但是一旦没有命中的话 比如说是根不录的 那就会走入到这个地方 就是微信的中间键里面去 那如果我这个时候访问一个并不存在的一个路由地址 比如我访问一个movie2 我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后面加个2 显然这个路由规则我们没有制定 我们可以看到返回的这个信息啊 就是页面吧 显示的是一个run 那这个run其实是微信中间键里面 我们的一个默认的回复 那这里其实就不是我所期望的 期望的可能是一个404页面吧 或者说是一个500页面 就是非微信路由所命中的这个逻辑 那等于现在的结果是 这个逻辑反而是进入到了微信的中间键里面 而它并不属于微信业务层 它应该这个负责的 所以这个流程是错乱的 那么好那我可以这样来改 我把这个提前 我把这个微信的中间键放到路由的前面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我现在匹配微信 然后再来匹配路由 我们改一下 然后重启一下服务 然后再来访问一下原来的moveway这个路径 它居然也是一个run 不再显示原来这个页面了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中间键 我无论是放后面还是放前面 我都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这个效果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中间键本身的一个问题了 而是我们路由的设置的问题 我们这里微信 它所对应的这个路由规则 其实就是网站的跟路径 就跟我们在测试号里面所绑定的地址是一致的 也就是这个地址 它是一个域名的跟路径 那么微信会把所有的请求都迫使到这个跟域名下 但是往往我们的网站不会这么简单 我们可能会用这个域名来显示网站的首页 然后用下一层二层或者三层这个路径 来匹配和展现一些其他的页面 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服务 当然我现在把微信的这个服务直接绑定死 到跟路径上 就会导致我如果是其他未命中的路由 或者说是其他流程里面有了问题 那么就不会符合我的一个期望 所以这里最好是不要绑定这个域名的跟路径 而是专门为微信增加一个微信所对应的一个URL地址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先来改造一下 我这句其实就不需要了 我上面router里面再添加个规则 比如加一个wx 然后有一个wechat.here 让他来监听来自微信服务器的请求 无论他是get还是post 那这一句就不需要了 我们利用这个路径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上面的这个也不需要了 我们不需要引入这个了 包括reply 在入口文件里面都不需要 都删掉好了 那现在我们需要增加这个wechat 这个控制器文件 我们到controllers下面 新增一个wechat.js 那我首先引入wechat这个card中间键 上上层wechat下面的g.js 引入回复文件 以及引入我们获取微信实例的这个wx 来增加这个here方法 它是一个信号函数 那我怎么来做呢 我把中线键所返回的这个function 交给this上面的middle 然后来year的这个middle 就能往下走这个流程了 就是这样来做 里面还是跟原来的入口文件里面一样 通过wechat 电用它的这个方法 然后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wx下面的wechat 这个我们配置的这个对象对面量 wechat options 第二个就是回复的这个模块 所报的方法 然后通过year的关键字 来把next交给微信中间键的这个实例 由它来接管 呃就是命中路由以后的所有跟微信有关的 http的交互的逻辑 直接year的this.middle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我们需要来修改一下 公众号里面配置的 就是服务器的URL地址 因为这里已经被我们改成了这个wx了 所以这里也需要改一下 这里服务需要先重启一下 我这里最好加上这个这个斜线 还有提交 哦 我这个入口文件里面没有引入这个 这个控制器需要引入一下 重启服务 配置下这个地址 嗯 好了 OK 那么配置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来回复了 我们到replay.js里面 这里是前五天原来的这一大坨的回复的策略 很多都用不上 呃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删掉 那现在呢 这个命中了wx路由的这些http的请求 分发到了replay的这个逻辑里面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post过来的xml的数据 经过了中间键的一些前置的处理 我们就可以判断message 这个对象上面的这些字段了 那首先就是这个event 是否这个是事件 然后判断它的这个 类型是不是定义类型 所以这里就很容易来处理了 我们可以直接来编辑这个回复文案 嗯 这里说是不是扫尔玛来关注 这个我们现在先就不用管了 可以把这个给删掉了 所以这里可以这样来写 比如说 亲爱的 欢迎 关注 科幻 科幻电影世界吧 但是这里的回复文案可能是多行的 那多行的话如果是写成一段 就不是很方便阅读 所以我希望有换行 那么在这个回复里面换行怎么来实现呢 通过一个反斜线和一个n就可以了 然后增加第二行 比如回复一到三 测试文字回复 现在我们回复一二三会有这个 我们设定好的这些文案嘛 应该是在下面 对 在这里我们先不做修改 先保留好了 回复四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图文的列表 就是这一头啊 我们也先不动它 比如回复四 测试图文回复 然后 回复首页 进入 电影首页吧 再增加一条吧 回复登录 进入微信登录 绑定 然后回复 游戏 进入游戏页面 这个就是我们第五天 所做的这个语音搜电影 算是个小游戏吧 OK 然后就是回复电影名字 查询电影信息 回复语音消息 回复语音吧 查询 电影信息 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想在回复里面 就是 提供一些可以点击的这个链接怎么办呢 那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引入itml的A标签的 就是这样来做 比如说也可以点击 这个A标签是吧 然后 里面的文案写入什么呢 语音查电影 然后写入这个链接 它的HIF属性上写上这个 我们的地址 网站地址 诶 我直接把这个拿过来吗 可以直接来用吗 应该是movie 对吧 OK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服务重启一下 来测试一下重新关注的这个功能 我把手机连上 首先我取关啊 然后follow一下 然后重新关注 哦不对 我先把服务重启一下 然后扫描这个二维码 这个先掉出来 关注 嗯 大家看到没 这里已经有了我们所设置的这个回复的文案 但是你看 也可以点击的这个链接里面 这里有问题啊 就是直接把我的标签给转移掉了 那这是因为我们的中间键里面设置的有问题 就是我们wechat这个中间键下 在这里 啊不对 在tempo里面 这个等号呢 是直接 就是转移的 那如果是连接符的话 就会保留这个标签 所以这里我们把它改成连接符 然后再来试一下 大家注意看啊 我点这个follow 这里已经有了 也可以点击语音查电影 那我点一下这个语音查电影 OK 这个已经有了 我点击标题 黑客帝国 帝国的毁灭 好吧 反正是有一个结果返回了 那这里都是OK的啊 那这个自动回复 就是关注以后的自动回复 我们就这样来实现 就搞定了 下一节呢 我们来实现输入文本 回复电影图文的这个 加拿大 全部 一